紅色的光,這個是高雄市的漢神百貨 漢神百貨左邊那一棟 這個全棟是鋼鼓打造的 這個是高雄市的豪宅 叫國宴 那右邊碼頭上 那剛剛有介紹這個流行音樂中心 他所在的那個碼頭是珍愛碼頭 上面這個珍愛碼頭站 往各位的左手邊可以坐到佛二藝術特區 佛二也是高雄很熱門的觀光景點 我們在愛河呢,河岸旁邊呢或是橋樑下面呢 可以常常見到有一些鳥類,很喜歡棲息在 右邊這個橋墩,我就看到有一隻 那個鳥叫葉鹿 好,大家有看到嗎?在那個橋墩 好,那隻比較躲在暗處,比較暗一點 不動 就以為很多遊客會以為 所以他在夜間出來密食 然後他密食的 因為就是他全身灌注的盯著河面上的這個 這個魚,所以他就都不動 好,排水魚 因為我們的愛河呢 主要的成分都是海水 大概百分之九十一 在下游這邊,大概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海水 好,那甚至到了中游 都有百分之九十都是海水 所以裡面的魚呢,都是海水魚 所以愛河的河水的味道呢,是鹹的 好,不是大家想像的淡水 對啊,所以不會很髒 不會很髒,因為整治過了 臭味還是偶爾會飄牙一點 臭味還是偶爾會飄牙一點 但是跟早梅的愛河的河水比較起來 現在算比較乾淨 我本人有參加過這個鐵人三項比賽 所以我有下去愛河游過游 這個下面的河水真的很鹹 是海水 這個我可以保證 好,那我們在右前方 可以看到我們 再度看到我們愛河的這個地標 好,這個地標它是在2001年的燈會主燈 好,那當年燈會結束之後呢 這個主燈一直沒有拆掉 好,現在變成愛河的地標 好,那它的這個雕像的頭呢 是一個龍的頭 好,它的身體是一個鯉魚的身體 好,這個龍頭魚身的神獸 就叫做熬 熬敗的熬,獨佔熬頭的熬 那當年這個主燈呢 它的總高度是25公尺高 好,重量呢 有3萬公斤 好,它的這個重量呢 主要是來自於這個雕像 這個是一個不鏽鋼,鋼製的雕像 所以非常的重 好,那另外我們現在右邊看到很多 臨時搭建的這個黑色的福臺 好,這個跟各位先預告一下 好,我們愛河呢 在這個月24號 好,耶誕月晚上開始 有一個水舞的活動 水舞表演的活動 歷時三個月 好,所以這些前置作業都已經在準備了 那到時候如果大家還有機會 好,來高雄觀光的話呢 歡迎再來我們的愛河 好,來看我們的水舞表演 好,那我們的船呢 在前面準備要靠岸了 靠岸前呢 再次提醒大家 我們待會在船確定靠穩之後 我們再離開座位 好,離開的是地 好,謝謝大家,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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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